梁振英昨日被捕将揭发位于山顶贝露道御熙园的大宅 其中一间屋有一个约100尺的三边蜜蜂玻璃棚 不过原来旁边另一间屋有一个顶部蜜蜂的花棚有潜见之炎 面积比原来的玻璃棚小小棚顶还满植物 后任特首办回应说梁振英会尽快聘请专业人士到住所 仔细检查是否有其他地方潜见 或者有被认为潜见的可能他会从严处理 即使有些地方属于灰色地带 他都会尽快处理或者是拆除 发展局局长林郑月娥说 当局的处理手法和处理前政务司司长唐英年的潜见是一模一样 执法部门会按一贯程序处理 希望外界不要猜疑 一定会跟进 第一时间按住屋与柱给我的资料 就和大家交代 但会怎么处理 一定执法部门就按住一贯的政策和程序处理 大家不需要猜疑 这些事情我们很小心 一定是依法办事一事同仁 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李永达对报章 一再揭发梁振英住所涉嫌潜见感到遗憾 他要求梁振英被屋宇处和传媒入屋视察 如果一而再 再而三的话 换句话说 他的家里不是单单是无心之失 而是他家里面有很多战业物需要调查 所以我建议梁山应该邀请屋与柱去调查 因为我很恐怕梁山用回以往的手法 一找到有什么线件物 无论是大的小的 就立即拆掉它 毁尸灭绩 李永达批评 林郑月娥处理事件的态度 同处理唐英年住所涉嫌是双重标准 他指外界盛传林郑月娥出任政务司司长 因此应该被嫌将工作交给常任秘书长处理 并且要一时同人跟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永达批评